今天晚上是两场比赛 一场一甲一场额超 一甲这一场的话 热门度还算是比较高的 这场比赛啊 这样的比赛我还是蛮喜欢啊 因为热门程度越高的话 这种比赛对于盘路的整理的一个判断来讲的话 精确度就会相对高一些 罗马 罗马打纳布勒斯 纳布勒斯是中上游的球队啊 一甲里面是中山游的球队 罗马是上层球队啊 但这个对战晚界 我感觉像是在放水的感觉啊 不过最近的这个罗马的这个状态 也确实是有点 不在状态啊 不在状态 但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 其实他只是在对战游文的时候 不在状态 然后以及这个欧会碑 欧会碑因为是 欧洲各大联赛的这个 顶级球队参与 所以罗马输球这个 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 也算是合理 不过六比就是有点吵得过分了 我感觉这场比赛也像是 放水的比赛啊 啊那我们回到主题了 呃 双方的话一个罗马主场的话 胜率还是蛮高的 然后纳布勒斯克场的这个胜率也是相当的高 呃 对战网机不占优罗马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状态 状态上来看的话 罗马也不占优啊 双层不占优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一下 纳布勒斯的这盘口怎么让 呃 这个纳布勒斯的话 是从12点50分 呃 从这个盘口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纳布勒斯 今天晚上是赢不了球了啊 首先他这个盘口 开的特别的低 不但低 还在右盘呢 0.78的这个 持续的时间特别的长啊 这个明显在右盘呢 用盘了之后呢 12点的这个时间就开始升盘 升盘非常的早 而且升盘 关键升盘这个水位 涨得特别厉害啊 然后到了临场的时候 还在上调两个点的水位 其实上调两个点是没必要的 你还不如直接冲到0.1去 呃 1.1去 那上不到1.1 不上不下的这个水位 看起来就像是送水啊 而且状态又这么好 是吧 那我整个觉得是纳布勒斯基呢 是没有戏了 呃 啊黄冠这边整体也差不多 哎 黄冠更狠 黄冠是临场升盘啊 临场升盘 这个是直接给你照热啊 感觉你热度不够 还在给你加把劲啊 呃 整理水位是极其偏高啊 极其偏高的一个水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啊 再看一下 山流 多参考一下吧啊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都太便宜了 这一场比赛 罗马小柱啊 罗马小柱 罗马小柱 这一场没有悬念 罗马小柱 我们看第二场啊 第一场比赛 圣彼得堡 哲尼特 啊 一场是 欧冠杯的常赛队 一场是欧罗巴杯啊 欧冠杯相对 档次比较高一点啊 层次比较高 啊 其实两队的这个状态 客队相对好一点啊 但其实都差得挺惨的啊 这两队都挺惨淡的啊 客队还勉强凑合啊 最近有几场胜仗 然后有一场 败仗 有一场败局 这一边的话 那是小输一球 这个也无所谓啊 小输一球啊 关键是这边是三连赋啊 三连赋 呃 最后一场输给游文 倒是情有可原 但这两场联赛里面都输啊 小输一球 嗯 有点不太理想 状态不是很理想 然后组队的这个状态的话 还不错啊 组队状态还不错 呃 对上晚季 得出的这个数据还不错啊 组队的数据 明显是在优势的一方啊 那我们看盘口怎么看吧 其实双方的热度都差不多啊 呃 这个盘口给我看 组队就有点细啊 有点细 呃 1.1的水位封盘 然后我在临场 临场的时候破防 呃 这个挺有细的 这个这个水位挺有细的 一球的盘口给出的水位点也不高啊 还不错啊 澳门的盘口来看的话 相对的还不错啊 然后皇冠这边的盘口来看一下啊 皇冠这边的盘口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皇冠的盘口也可以 呃 虽然有点 我感觉水位还是有点低了 但是 整体还不错 整体还不错 呃 再参考一下 360了 365了 365这个水位也可以啊 临场压水压下来 但是这个临场压水热不起了啊 一球盘口 然后状态不好的情况之下 机面对战往接战右 但是我觉得热也热不起来 那这场比赛的话 圣比德宝的话可以中阻啊 这个 但是这个中阻讲求只能中一球盘口啊 不能中一球球半啊 有可能我担心要走盘 这个比赛有可能走盘啊 那好 今天的推荐就是罗马小柱 然后圣比德宝 这个是中柱 两场而穿银 先提前预祝 明天庄家送分红吧 好 感谢大家看视频 然后多点赞 多留言 昨天这两场比赛 赛果 还不错 还不错 美中不足 还是美中不足 这罗马则是赢半了 罗马打了一个平局 明白 这唯一的美中不足这块啊 然后关键是这一组啊 圣比德宝这个 呃 中柱 这场中柱 出了啊 这场出了很开心啊 一场中柱顶 七八场小柱 所以这场中柱很开心 呃 还有一个串 还有一个小串啊 小串不是二串一拳过啊 只要是罗马这场 走了一个平手 只走了一个平手 我以为我以为罗马能够直接赢盘啊 直接全赢 直接赢球比赛 呃 不过这个七比一也确实是在有意料之外啊 这个发力发的有点狠啊 这个发力 我还以为只是小胜一球 有可能会走盘的这个概率啊 但是这个七比一确实很牛逼啊 这个发力发的有点夸张啊 呃 这走一下吧 这两场好久没有给大家做赛后的这个详细的分析 我们还是走一下啊 走一下 胜比特马的话 这场比赛呃 整体上来看的话就是两队的一个状态是 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状态 其实如果你要单纯是从这个状态上来看 可能是这个组队会比较差一点 但实际上组队是一个欧冠杯的一个 一个 球队啊 他的级别是要比这个欧罗巴杯的球队要高出 直接高出一个级别啊 高出一个大级别来的 那整体上来讲 而且这个 圣比特尔宝的话 他本身就是这个额超里面的 常年班霸啊 而且这种班霸还是第一第二名的这样一个位置的定位啊 那整体看的话 其实组队的这个 呃 整整个球队的一个抵御是 完全是可以把客队 踩着打的啊 压着打的 然后状态上的话也能体现出这一点 状态上的话 整体一个状态上来看的话 特别是近期一个状态 组队的优势还是能体现出来 而关键的一点是在于这个盘口啊 虽然基本面上来看的话 其实两队的一个热度 呃 差距不会太大 但是盘口就直接体现出来一点 是什么盘口这个一点 直接体现出来 就是组队上的一个盘子上的特别的 给力啊 这盘上的特别的给力 然后 临场有一个水位的一个小小的条件 这个条件不会引起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变化 就不会对这个盘口的一个趋向性有一个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条件的话就可以视为一个减压啊 筹码 赔付的一个减压的条件 虽然是0.02的一个水位条件 但是对于一个超盘手来讲 他可能的提成就刚好就是这个数字啊 一场比赛下来的一个整体胜负提成的话 就差不多就这个数字啊 所以这个条件的话是很合理的一个条件啊 这个从澳门的盘口上来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了 至于呃这个其他公司的一盘口的话就是整理看什么呢 也就是看一个水位有没有这个水位异常啊 那整理来看的话这个水位还是不算异常啊 这水位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水位 一球盘的盘口的话 一个水位比较合理 就算是临场把这个水位给压下来 对于他在那个状态上来讲 能在一球而且把这个水位压低的情况下 在看到综合分析其实也不热 主队不热 所以主队啊 值得一波 值得一波啊 呃罗马这一场的话是 主要是客队太便宜了 实在太便宜了 虽然客队这一场比赛 呃 没敢中注 因为这种这种比赛 从一个数据的基本面上来看的话 其实 如果你不了解罗马这支球队的话 那单纯从数据面上来看的话 这个强弱的悬殊性是很大的 但你仔细的看一下 其实罗马是跟这个刘文拼的时候 拼输了一局 然后呢 他又是打这个 那个欧汇杯的时候输的 欧汇杯因为是每个 联赛的顶级球队都在 搏杀 那这样的情况的话 呃 双方的一个实力的说句 不会是太大 那输的话也在 情有可言 这两场球赛 其实输的人是情有可言的 如果这两场球赛不输的话 那两队的一个状态的话 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是在对战网机上来讲 客队还是比较有一些优势啊 近期的一些优势还是体现出来 那底蕴上来讲 罗马也没那么差啊 那我看的就是罗马 今天呃 应该是一个手 防守为主的一个打法 也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打了一个防守 呃 防守 反攻吧 应该是这样讲吧 稳中求胜 但是他就是一个防守啊 防了一个整个晚上 那就没 那就没折了嘛 是吧 但这种球队的话 罗马确实是给我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信心 只是不敢中足这种比赛 因为数据层面的一个强弱 悬殊 比太大了 拉锯的太大了 这种比赛的话 一般在我的理念上来讲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 直接定位在一个小柱的范围之内 呃 不过他的一个稳定性还可以 那这样的话就加上一个串啊 嗯 整体上来讲 也就是这么回事吧 因为对于我来讲 他们这种这种盘路 还有这种超盘思维的理解 不是那么困难 呃 再加上一些数据层面 我提前做了一些功课 那整个分析下来的话 也就行云流水吧 也就 就那么简单的事情吧 呃 大家可以误一误吧 我只能说 只能说到这个点了 后来 让我再说的话 我也没办法 呵 再往里透 我也透不出什么了 好吧 这一期就 蛮开心的啊 这期蛮开心的 收红 全红 但是 红中不足 就是美中不足啊 就是 呃 这场收办了啊 但也不错 好 那感谢大家的关注 呃 没事的给我点个赞 谢谢啊 有事留言 呃 没没没关注的 就是没有订阅的 订阅啊 免得下次找不到了 是吧 呃 有机会带你们一起飞的 啊 OK 拜拜 啊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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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